就在我们距离国民 国门紧一步之遥的时候 然后一路带着我们返回 到深圳机场的大厅 就这样把我们丢包 对我们俩夫妻是极大的羞辱 投注人讲到哽咽 没想到会因为自己曾到过武汉 而被台湾国际航空拒载回国 武汉机场关闭之后 我可以凭着这张机票 在大陆的其他城市 搭乘华航或者是华信的航班 投诉人很气愤 说夫妻二人千里迢迢 从湖北找人拼车到深圳机场 1月17号在国际航空柜台 补卫到飞回台湾的航班 从出关到检疫都顺利通过 没想到在最后的登机口 被机组人员挡下 机长以过境武汉为由拒载 对此航空公司强调 机长有权依法判断 却也显示在湖北的台湾人 害怕封城纷纷自救 想尽办法要回台湾 武汉封城 有旅客或台商在网路上找人拼车 有非常多从武汉出发到接洋 惠州 北京 甚至是青岛的车主 据传车资已经涨十倍 因为所有的主干道全部都被封闭了 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所有可能出湖北的一个小径 产业道路 泥巴路等等 准备放弃的最后一刻 非常意外的 我们竟然成功了 台商们除了搭车 偷渡到附近城镇 再搭机回台 如果没有找到出路 大部分的台商还是选择在饭店自救 但还要等多久 恐怕还是未知数 现在就王庄律庆 看到了